欧洲中世纪史 第十版 作者 朱迪斯·本内特 沃伦·霍里斯特 杨宁·李韵一志 修院生活的变化 对于整个社会信仰上发生的变化 除普通人之外 以宗教为职业的教会内部人士 也真切地感受到了 他们的回应是做出制度上的改革 和精神指引上的重新定向 中世纪中期时 教会内的制度改革 先由修院改革发端 再经教皇改革而深入 对所有的宗教来说 固步自封是一种一直潜在的威胁 中世纪的基督教修院生活里 这种趋势更为强烈 每一次修院改革的理想 在改革进行过程中 又一次又一次地被侵蚀 直到不得不发起新的改革 以抵制旧的改革中的堕落思潮 早在六世纪 本独会的改革 实际上就是对旧友制度的 繁复低效与不合理之处的抵制 尽管圣本独强调要回避俗世 一心向着上帝并育之神教 但他的追随者们 最后深陷教学 传教与教会机构改革之中 虽然捉有成效 但到了十和十一世纪时 本独会运动自身 完全在和俗世事务打交道 本独会修道院掌控着广阔的土地 运行着全欧洲最好的学校 为封建主的军队提供士兵 还和国王亲密合作 参与到政治事务中 就这样 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修士修女的任务 就渐渐地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妨碍了 许多修院在中世纪早期只招收贵族子弟 而且通常会索求非常昂贵的入学礼 许多这样的新教士 在自己的职业上没有一点选择 因为他们是现身儿童 自出生起就被献给教会从事宗教事业 他们有些人最后成为虔诚的教士 有些人只是在修道院走过场而已 这并不是圣本独当初改革的本意 十世纪初 克鲁尼修会发起了一场运动 克鲁尼修会承袭了本独会教义与会归 这次站起来比至教会内部出现的守旧与世俗倾向 克鲁尼运动得名于其发源地 伯根地的克鲁尼修道院 这座修道院由阿奎丹公爵于910年建立 建立之初 阿奎丹公爵希望这座修道院能够免于贵族 和当地主教的控制 直接归属于教皇的领导 而当时教皇的权力不仅非常薄弱 离伯根地也非常的远 这座新成立的修道院 先后有几位能干而长寿的院长领导 他们依照阿尼亚纳的圣本独 对原本独会教旨的修订 建立了一系列日常宗教生活复杂的程序 包括每日祈祷和圣餐礼等 还规定了一种严格的纯精神的生活 克鲁尼修会由妇人资助 能够没有顾忌地追求神圣的宗教生活 而且看起来不可能被腐化 因此在当时广受赞誉 其他修道院也逐渐模仿克鲁尼修院 到最后形成了以克鲁尼修院为中心的 一个遍及全欧洲的修会 每一个修道院都是受克鲁尼院院长统治的小修道院 克鲁尼修道院通过这种方式 将很多渠道院联合起来 这样就形成了史上第一个教团 第一次在实行本都会会归的众修道院之间 形成正式的联系 克鲁尼修道院在十一世纪中叶 不仅权倾一方 还拥有可观的财富 远近各地的贵族们都呈现礼物 修道院在十二世纪建造了一座教堂 成了当时西方基督教界最宏伟的建筑 这座教堂成为许多失去至亲的人们 举办弥撒等追思活动的首选之地 然而在十二世纪时 克鲁尼修院的修士们开始表现出自满自足的迹象 而这正是他们的先人所反对的 修道院现在非常的繁荣 很受尊重 而且地位稳固 还拥有富丽堂皇的修道院 以及属下的众多小修道院 复杂的圣礼归程 以及大量的土地 当时的社会正在快速变迁 许多基督教改革者正为这样的巨变而烦恼不已 而克鲁尼修院应拥有以上这些条件 便能够应对这种巨变 因此倍感满足 除此之外 克鲁尼的改革在另一方面也受到威胁 修道院在教育方面一直以来的至高地位 渐渐的不那么稳固了 我们在第十章会看到 到十二世纪早期 修道院在教育上的独断地位 已渐渐的被教堂学校的篡升所动摇 到十三世纪早期 欧洲城市里建计大学 更削弱了修道院作为教育机构的地位 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者 在抄写经卷 辅佐国君等方面的能力 并不亚于修士修女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传统的修道院对中世纪社会的贡献 不再像先前那么迫切需要 这使得在修道院内 不得不重新强调宗教追求 新修院运动 加尔都森派 西多会 及其他教团 正当克鲁尼派陷入自满自足的泥潭时 许多新的教派开始萌芽 这些教派有热情高涨的改革派建立 其成员包括决心投身宗教事业的成人修士修女们 由于自我意识在全社会渐渐普及 选择自己的事情也成了可能 当时的自我意识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自为政的个人主义 而是一种能够决定自己人生目标的自由 一种在所处的社区 无论是城镇 行会 农业社区 还是宗教机构里 渐渐发现自己 了解自己的可能性 新教派成员的个人选择和 严格的自我检查 使得新修院运动能够脱离传统的本独会 会归与克鲁尼修会的改革 由成年人自由选择 是否投身宗教生活这种新思想 在十二世纪的新局势下 显得非常合一 有许多老修道院 也包括克鲁尼修道院 都停止了接受现生儿童的做法 这些新教派里 加尔都森派可能是最严苛的 加尔都森派于十一世纪末诞生于法国东部 在十二世纪时传遍了全欧 加尔都森派的教徒 坚持于世隔绝的生活 以小组为单位生活在一起 他们只有在敬拜上帝时 会集体出现在公共的礼拜堂 其他时候则像影视一样 独立生活在各自的居室里 加尔都森派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而且和其他众多修院运动不同的是 加尔都森派的严苛程度 在这几百年里几乎没有减轻 尽管十二世纪的人追求严格的精神生活 加尔都森派仍然只是个小规模的运动而已 只有那些经得起英雄般盛行的人 才会选择这个教派 一般的基督徒吃不消这样苦行的生活 对加尔都森派只有仰慕的份 十二世纪最强大的修院改革势力 西多会 既对性灵生活做出严格的规定 又在大众中广为流行 西多会诞生于西多 由一小群反对本都会的修士们创建 1075年曾担任通纳尔的圣米歇尔修道院院长的圣罗贝尔 对院内修士们的奢侈生活表示不满 便带着一些人离开了修道院 来到了莫莱姆的荒山野地里 建立一座新的修道院 以树枝为材料搭起小屋 这座修道院的遗址 现在已经被改建为一座高档宾馆 内设豪华套房 边上另有一座二星级的饭店 是法国最好的饭店之一 莫莱姆的圣罗贝尔 如果知道现在的情况 肯定会大惊失色 因为他甚至对运动之初的乡村环境 都有所不满 嫌他不够艰辛 在1098年他带着手下继续行进 来到了更荒凉的西多 西多的新修院由此成为遍及全欧的西多会修院的发源地 西多会的发展一开始较为缓慢 但之后就越来越快 到1115年时 西多会下 仅有四所修院 到了十二世纪末 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五百 西多会与克鲁尼修会不同的是 所有的修会并不处在一个占据最高地位的修道院长的管制之下 而是由所有的修道院长每年在西多召开大会决定重要事宜 如果没有这样的控制 很难想象这许多修道院能够长时间的坚守圣罗贝尔及其追随者当初制定的严苛会归 西多会修院与克鲁尼修会的修道院相反 没有精美的室内装饰 只有一间间黑暗简陋的小屋 西多会的修行生活也比较严酷 虽然比不上加尔都森派 但比起克鲁尼修会要艰辛得多 修道院没有很好的加热条件 甚至在天寒地冻的北欧冬季 屋内也不怎么生火取暖 修士们的食物只有黑面包、水和少量的炖蔬菜 除非绝对必要 他们被禁止说话 和其他新修院运动一样 西多会不接受儿童 入会的最低年龄是15岁 新会员将经过一年的间隙期 之后方可宣誓终身入会 这样新成员就有一年时间确认自己是否愿意终身投入宗教事业 其实一年的间隙期制度在本独会会归中就有明确的规定 但此前一直被忽略 西多会也接受非教士阶层的兄弟姐妹入会 这些人被称为会士 许多人都是农民出身 有的会士从遥远的地方专程过来耕种新开辟的土地 另一些会士则来自当地的农户 他们一直耕种着的土地已被虔诚的捐献者献给了西多会 会士必须宣誓守真与服从 但可以选择履行一套较宽松的会归 有一些富有的人以这种形式加入西多会 但是大多数会士都是普通的劳动者 他们的入会使得西多会的影响扩展到不识字的普通百姓 同时也填补了西多会内部劳动力的缺口 西多会修士偶尔也会来到这里与会士一起劳作 但他们通常并不劳动 会士们入会带来的劳动力在另一个角度也有所反应 尽管男修道院只接受男性会士 但女修道院除了接受女性之外 也接受男性会士 一部分原因就是男性代表院内与院外联系表方便得多 西多会在十二世纪能够迅猛发展 其功臣是一位颇具远见着实和人格魅力的领袖 民谷的圣伯尔纳 圣伯尔纳于1112年加入位于西多的修道院 当时还是个年轻人 三年后他就在民谷建起一座修道院并亲任主教 民谷修道院是西多会最早的分院之一 波尔纳是当时最受敬仰的基督徒 他是个神秘主义者 具有非凡的演说能力 也是个天才作家 非常多产 他在西多会的急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 后来甚至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仲裁者 参与各种政治纠纷与宗教争论 他劝服法国国王和日尔曼皇帝 参与1147至1148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并成功地为一位教皇候选人在争论中稳住阵脚 使他能够坐上宝座 有一次他甚至斗胆顶撞教皇本人 记住你控制着神圣罗马教会 首先是众教会之母 而不是统治他们的女主人 你自己不是众主教的头头 而是他们众的一位 博尔纳也坚定地反对当时的一种 日趋流行的学术概念 即用人的理性来理解天主教信仰 这一思潮的领头人是彼得 阿博拉尔 我们会在第十二章仔细探讨这次争论 不过现在不妨简述一下 博尔纳反对阿博拉尔的理性主义 赞成纯洁的信仰和纯洁的爱 他并不反对理性的争论和逻辑思维 但他明确表示这些都不是接近上帝最好的方式 博尔纳强调 信徒的个人神秘主义 强调对圣母玛利亚的前信与上帝的爱 这样 博尔纳依靠他的演说能力 让同时代的人的信仰变得更人化 更强调爱 从长远的角度看 博尔纳没能说服很多神学家和哲学家 他们更赞同 阿博拉尔的思想里强调的理性主义 从短期角度看 博尔纳确实让阿博拉尔过不上好日子 他甚至成功地让官方谴责阿博拉尔的一部分教义 除了外交天赋和雄辩天才 博尔纳更因为自身的圣洁性 而使十二世纪的欧洲败倒在自己的脚下 他在生前就被尊为圣人 关于他的种种神迹流传甚广 朝圣者们纷纷涌向民谷 希望他的触摸能治好他们的病 这样的声誉 让博尔纳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演说天赋 本来他的影响力还不至于这么大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圣人 一个创造奇迹的人 一个严格履行斋戒 严重劳作过渡 穿着破衣烂衫 一心忠于上帝的人 博尔纳遭遇对手时会变得相当可怕 例如有一次 他命令阿规丹的威廉十世公爵 再重新任命几个 先由公爵自己赶出城去的主教 在大量劝说之后 公爵依然不为所动 于是 博尔纳就为他举办了大弥撒 他手持圣饼 从祭坛走到公爵的面前说 我们有求于你 而你弃绝了我们 我主之仆臣 众和人之力 在他处有求于你 而你弃绝了他们 你看 从这里向你走来的是 圣母玛利亚之子 是教会之主 教会之领袖 而你却在迫害他 你的审判者正在此地 每一个人都必须向他下跪求恩 你的审判者正在此地 你的灵魂将经他人之手上天 或者入地 你还会弃绝他吗 你还会像弃绝他的臣仆们那样弃绝他们 公爵当即跪地求恩 服从博尔纳的命令 博尔纳的一生 也表现出西多慧的一个内在矛盾 尽管西多慧尽量与世隔绝 但博尔纳却辗转于各种俗世事物 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整个十二世纪西多慧也渐渐地融入俗世 西多慧在早期是大殖民主 到处开垦荒地 但随着欧洲人不断地扩张定居地 世俗世界也跟上了他们的开荒步伐 西多慧成员发现 他们追求严苛的生活和辛勤劳作 会导致财富的积累 最终导致单纯的精神状态被腐化 西多慧巩固管理他们的地产 很有一套 他们引进更先进的畜类喂养技术 英国的西多慧成为全欧洲最大的羊毛生产者 在整个欧洲 西多慧的地产是最富有的 最有力的 他们还经常推动农业的新发展 经济上的成功源源不断地带来财富 西多慧的修院教堂也变得华丽起来 严格的修行生活也渐渐松弛 西多慧成员的与世隔绝只是个短暂而遥不可及的愿望 其他的教团开始朝别的方向改革 积极入室试图改良 例如奥古斯丁派的律师 服从严格的教规 但同时也积极参与到俗世的事务中 在教堂、医院等地工作 这种将修院制度与世俗事务的结合的做法 在十二世纪时发展到了巅峰 出现军人修会 包括圣殿骑士、医护骑士、条顿骑士 以及其他一些小团体 这些骑士修士都致力于扩展欧洲基督教界的边界 他们在下一章会讲到 如此种种将修院生活的精神力量 转化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的革新 见证了十二世纪圣行的一种全新的 重视情感的基督教信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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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